跟其他地方一样,在昆斯兰,成瘾物质分为合法和非法的。 对一些人来说,合法成瘾物质像香烟、酒精、药品和咖啡因等, 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一定角色。 然而,对一些人来说,非法成瘾物质像大麻、迷幻药、 安肥达明类药物等,也在其生活中扮演着一定角色。 Tran被缠住了无法脱身。 他拒绝了那个人的兜售,这样做是正确的, 还是让自己处在危险当中,主要是因为他独自一人。 在昆斯兰,如果你随身携带有非法物质被查获, 将会受到严厉处罚。如果Tran发生了这种情形, 还会影响到他在澳洲的居留。 在昆斯兰,你有权使用合理的武力自行置尾。 这种武力应当是受昆斯兰法律授权的。 昆斯兰法律认为是正当的或可恕的。 这就意味着你可以采取像拳打、脚踢这样的肢体行为, 来阻止攻击者对你或别人造成伤害。 你自卫时,应当只用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力量。 最关键的一点,是首先确保自己的个人安全。 无论什么方法,只要你认为最能保住自己安全, 你就应当采取。 例如逃跑。 每个人都有求生的本能, 使他们在受到威胁时奋力保护自己的安全。 有时候跟攻击者谈判是最适合的应对方式, 但这里Train选择了使用拳脚对付攻击者的暴力行为。 要记住, 向警方报告这样的案件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听到你要说的内容。 关于敲诈勒索的案件时有报道, 虽属罕见,但我们也应当对它有所了解。 你们好,好。 你们在澳洲已经很长时间了吧? 没有啊,几个月而已。 我们来了澳洲快一年了。 澳洲什么都好,我们挺喜欢这样的, 但也就是发现交朋友不太容易。 我们没有认识很多人。 是啊,我刚来的时候也一样, 可是后来我认识了Mike, 他跟我介绍了很多朋友。 你们是怎么认识那么多人的呀? 我办了一个交友会, 主要是介绍大家相互认识。 韩就是我介绍进来的嘛。 听起来蛮不错的。 是啊,基本上没有什么费用。 每个月只要交一点点钱, 我们就可以给你介绍很多新朋友。 等等,你是要我们交钱? 没有啦,就一点点啦。 敲赞勒索,最终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显现出来, 但几乎都是威胁向你要钱, 换取空头的许诺。 其方式如收取交友费、保护费, 甚至让你交钱买平安, 否则就对你不停骚扰这样的恐吓手段。 我没兴趣,走吧。 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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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走? 跟你们客客气气气说你们不听是不是? 实话跟你们实说了吧, 今天如果你们不交钱, 谁也不准走。 走吧。 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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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甩我去。 勒索在澳洲及昆士兰是违法的行为, 我们热切要求你, 在遇到任何人向你企图勒索时, 立即求警协助。 喂,Juny, 你遇到过有人向你敲诈要钱的事情吗? 没有,我想我跟Chris刚刚遇到了一次。 艾莉,跟你说,就应该这样, 赶紧报警吧, 你可以跟华人警官谈吗? 是啊, 我看过那两个人好像在我们学校附近遇到过。 人家很专业的, 他们会跟进处理的,好吧? 嗯,好,就这样啊。 嗯,好,我马上报警。 Juny的一天并不是风平浪静, 但他还是决定晚上出去和伙伴们高兴一番。 之前的那场虚惊给他敲了警钟, 让他小心谨慎起来,多想一想。 住所的安全事关重要, 出门前一定要检查你的住处是否安全。 不要把大量的现金存放在住所内。 如果可能的话, 在你存放贵重物品和护照等身份证件的地方装锁。 卧室装门锁也是一个好的主意。 卧室装门锁也是一个好的主意。 然后也检查一下。 你要出去的话,留个一盏灯,两盏灯亮什么的,好吧? 好吧。 这里提供另外一条中骨。 当你不在家时, 应当对外做出有人在家的假象, 即把电灯或收音机打开。 熟悉你居住的地方, 记住你的地址, 家中电话号码。 如果门上有沙门, 应当将它上锁, 以防不速之客闯入。 认识你的邻居。 晚安,Tom。 晚安,Johnny。 今天怎么样啊? 没事吧? 没问题。 那个警察人挺好的。 他说我描述那人特征啊, 跟当地一些报告基本吻合。 他们觉得能逮的。 肯定能逮的。 嗨,嗨,嗨。 有没有跟他号码? 他有没有来? 有,有,跟我一起来的。 他刚喝了几杯酒, 好像有点醉了。 我也想知道他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在厕所? 也没有。 没有啊。 去看看。 好啊。 你这是怎么认识Jimmy的啊? 我们在学校认识啦, 我们都是同学。 是哦, 其实我觉得Jimmy这个人还蛮玩的, 而且他的派对都超好玩。 对啊, 他每次会有派对都会放在Facebook, 然后邀请我们这些朋友来。 是哦。 嗯。 其实我觉得你今天晚上还蛮漂亮的。 谢谢。 谢谢。 Jim! J,J,快点过来。 我们发生什么事情啊? 有个混蛋想骚扰他。 真的吗? 真的, 你不知道当时有多严重的一个人? 严重吗? 还好啊。 Jim,你和我送他回家, 然后我们报警吧。 好,我们出去报警。 好,我们出去报警。 这里太吵了, 我们到外面说, 我们到外面玩包吵。 事情的发生跟Hong喝不喝酒无关。 骚扰的一方找不到任何借口为自己辩护。 Hong也没有必要感到自责, 他完全是无辜的。 他已经对了那个人说, 不。 而不就是不。 这时他能够做的就是和自己的朋友们呆在一起, 并毫无疑问地要向警方报告所发生的一切。 一旦接到报警, 昆斯兰警察就会对事件严肃处理, 把它作为犯罪未遂的案件来调查。 在你不知晓的情况下, 把萌汉药下到你的饮料中, 这叫饮品下药。 英文是drink spiking。 你绝对不能把饮料离开你的视线以外, 过后又回来把它喝掉。 只有你所信任的人给你的饮料才能喝。 尽量不要接受已经打开的饮料。 如果你在酒吧或夜走会里喝酒, 尽量始终观察你的饮料制作过程。 任何时候如果你觉得你的饮料被下药了, 就应该立即告诉别人。 有的时候饮料中的萌汉药的药性发作很快, 而喝药的人经常对所发生的事几乎没有记忆, 或一点也想不起来。 强奸是一种严重罪行。 强奸犯可能被判以长期监禁。 对于任何性质的性侵害犯罪, 即便是未遂也都应当报警。 在昆士兰及全澳洲, 任何性质的性侵案件都是不被允许的, 并将受到法律严惩。 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重要的问题, 其中一些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 在这里我要再强调, 在昆士兰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我们有健康的警务机构。 我身为这个警务机构里头的一分子, 我觉得十分之之好, 因为我们能为你们提供一个 既安全要愉快的居住环境。 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享受。 同时,你们也可以为昆士兰的安全 发费一级的功能。 就是当你看到有什么事情, 你觉得应该用我们警方制作的话, 请你拉着就位我们的警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如果是紧急或生命遭受威胁的情况, 拨打三个零,零零零。 如果是非紧急事件, 拨打Police Link, 警察专线131444。 如要举报任何可疑或犯罪行为, 则拨打Crimestoppers的 举报罪案热线1800333-000。